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世人苏氏一生坎坷 在官场上有得意也有失意 在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 有一天和朋友游览南山 朋友好客但家境一般 做了一桌野菜招待苏氏 苏氏一边吃一边感慨 人间有味是心欢 清清淡淡才是欢乐 在这个人人渴望大富大贵的社会 可以过上清贫的日子 无欲无求 苦也是甜 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 你拥有的越多越不快乐 当你懂得放下的时候 才感悟万般皆自然的人生惬意 你总要学会边走边扔 让自己的人生过得不一样 哪怕平凡一生 也是高人一等 一 放弃无用的社交 毫无意义的饭局 无核之中的聚会 可有可无的交流 其实都是占用了你的宝贵时间 让时间眼睁睁地溜走了 如果你要成为高人一等的人 就要留下大量的时间去思考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等明天 或者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但从来不去实施 人脉很重要 但更要清楚的是 朋友不靠数量 靠质量 你认识几百上千人 但你在落魄的时候 都没有人搭把手 你的人脉毫无意义的 真正的人脉是有一班铁哥们 是互相鼓励和帮助的贵人 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 不是喝酒吃肉换来的 是靠真心去理解 是彼此真心 我们都知道 酒后说过的话不算 那些酒后的话 多少带一点轻狂 并不是真心的 从饭桌下来了 大家也就不要当一回事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你把人当朋友 但是人家心里没有你 还不是留下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真正厉害的人 朋友不多 社交不广 留下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还有陪伴家人 二 丢掉不切实际的欲望 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样的道理我们听过了无数次 但真正有几个人可以做到无欲无求 可以做到无欲无求的人都是厉害的人 是战胜了自己充满欲望的心 在人生路上进退自如 得到的平民珍惜 得不到的放手就好 是保持了一份顺其自然的心态 得不到的爱情 如果你总是放不下就成为了欲望 让自己感觉不到爱情的幸福 后来真的有人爱你 看到你总是放不下 也怕了你 慢慢就离开了 有一个预言故事 一个穷人遇到了一个富翁 富翁说 你在这片土地上奔跑 你能够走多远 土地就给你多少 但你一定要在日落之前回来 否则就不能给你 结果穷人越走越远 希望土地越多越好 结果日落西山时 他在意识到要往回走 于是拼命跑 累死在路上 最后的结果是 富人把穷人的身体下的一块小土地留给了穷人 当作安葬穷人的地方 这个预言故事告诉你 人生几十年 最后需要的是一小块土地 其他的都是多余 你得到再多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后来都是别人的 地位高高在上 但都是风水轮流转 没有人永远坐着不动 都要退休 金钱无数花不完 也是留给别人 或许你的子孙因为钱的事情 闹分配不均的矛盾 房子再大 不过你就是住意间 一个人舍息越多越轻松 活得越轻松越幸福 走更远的人是因为一直轻窗上阵 三 删除多余的信息 你出门一定要带手机 否则就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你离不开手机 总是希望看到手机里的信息 但是你想一想 手机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垃圾信息 或者是对你来说没有用的信息 你看了 但是没有用 还扰乱了自己的思绪和生活 事实上 你身边的各类信息够多了 奇闻一事 明星八卦 情感纠纷 家庭琐事 国内国外的一大把 你看了不过是浪费了时间 让你当时觉得好玩 过一阵子都忘记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吧 碌碌无为 永远是你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 你的思想被大量的无用信息引导了方向 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而身边真正需要关心的人 你却视若无睹 人与人变得冷漠 身处兮兮兮兮的闹事 唯有去凡从简 学会独处 直到取舍 专注于自己的理想 你不便应对万变 人生因此才会高人一等 即便没有伟大的成就 也有惬意的心情 幸福的感悟 人啊 一晃就长大了 一晃就变老了 小时候盼望长大了 长大了好想回到童年 人到中年是一个尴尬的年纪 几句话写给自己的后半生 你总是爱发脾气 你是世上最傻的人 以前发脾气谁也劝不了 有时没事气嘟嘟 以后都没有必要了 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是添加了烦恼 气坏了身体 更糟糕 年轻的时候以为什么都可以 不管 不顾的去做 爱一个人也可以抛弃一切去跟随 现在不行了 都上有老 下有小 责任一样都不能少 所以余生别轻易动情了 动情了也是生气 怨恨了老天爷 责观缘分 闹心了 后来还是要放手 生气了都是世上最傻的人 不在乎你的人生气也不会理会 在乎你的人不希望你生气 你越来越沉默是因为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当你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沉默 不是成熟了 是老了 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 心中藏着一个人 留下一段思念 或者把过不去的看变成了死结 你不是无话可说 是不想说 不懂你的人说了也是白说 懂你的人不说也明白 沉默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 常常是此处无声 胜有声 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诉说 总有一些往事一辈子只能藏在心底 不能说 说了就是惹是生非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想说 唯有继续沉默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别懂得太晚 一个人上半场拼命 后半场惜命 你那么努力赚了很多钱 但是透支了健康也是白搭 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 当你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要明白 久病床前 无孝子 谁来好好照顾你 真的是一个问题 与其天天加班加点 熬夜通宵 不如少赚一点 趁早学会养生 别赚很多的钱 后来都是在医院花 要懂得健健康康 喝凉水也是甜 越较真 越痛苦 越痴情 越伤感 越善良 越收气 知足才有常乐 你总是想争第一 凡事都要较劲 累不累 多情总被无情伤 总要懂得留下三分感情爱自己 别付出全部 付出越多越痛苦 对别人太好确实是一种错误 人家不领情 不以为然 还理所当然借着你的好 伤害了你 余生 简简单单做人 不欺负人 不讨好人 本本纷纷做事 努力过 问心无愧 一辈子不长 用顺其自然的心态 过随意而安的生活 人生再难都不怕 熬过去你就赢了 爱情要熬 手的云开 见月明 人生要熬 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事业要熬 抬上十分钟 抬下十年工 读书要熬 不仅要寒窗苦读 还要活到老 学到老 亲情要熬 孝顺父母 岁岁年年 不等人 不由人 必须从一而终 熬 是把苦难的日子当成人生的低谷 是一个往任何方向走都是上坡的地方 把泪水熬干了 变成了心底的坚强 把绝望的心汇聚起绝地反击的勇气 当然 熬的开始就是咬牙坚持 其实你只是合成功 只是差那么一点点了 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 都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再努力一次 人生也就无所畏惧了 当然 你害怕也没有用 那是让自己更糟糕 你担心爱情不够好 于是遇到了最动心的人却不表白 最后成为了一种遗憾 有喜欢的人 但不拼命珍惜 后来还是弄丢了 你担心理想太遥远了不敢迈步 于是天天没守成规 不过是沿着人家的老路走 成绩再大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当你失败的时候天天哭 开始几天有人同情你 后面的日子别人只是觉得你好烦 以惜哭泣不如擦掉眼泪 学会沉默 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光 思考人生 理清头绪 慢慢就感觉不难受了 真正让你烦恼的 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是你自己纠缠不放 让过去的伤痛一次次在你的人生复发 变成可怕的噩梦 哦 不仅仅要吃得苦 还要用智慧 每个人都有常处需要自己去挖掘去发现 当你有一个舞台展示自己的时候 你的人生又逆袭了 一个人只要有一方面顺了 就事事顺应开始了 比方说爱上谁顺顺利利就结婚了 后来成家立业 夫妻同心起立断金 什么事情都做好了 女人成为男人背后的伟人 男人成为家庭的楷模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熬出来的 一边苦苦坚持 一边用随机应变 因此你熬的时候 注意寻找一个突破口 从困难的世界里突围出去 你就赢了 前方就是梦中的桃花园 古人言 泰山之溜川石 丹吉之梗断干 水飞石之钻 所飞木之巨 剑米史之然也 水滴石川 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生处处好风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